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责任主要是在美方 也因为美方忽视了中方的核心利益 所以想请两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为什么说责任主要是在美方 这个是中美双方就对台军售问题 展开了一轮政治博弈 那么这个政治博弈它的结果表明什么 就是中方向美方表明 就是台湾问题事关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 牵动了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在这种地上中国政府是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的 所以在这个地上 就是当美国向台湾进行军售以后 那么中国军方断然中断了和美方的高层军事交往 但是中方采取这个行动也是有礼有礼有节的 就是我们中断是高层军事交往 但在工作层面还仍然保持了这种沟通 就是说这次采取的这个措施也是非常得当的 那这一次群山后将访问美国 是不是意味着中美的这个军事交流开始全面的恢复 可以说这次徐富主义的访问 它可以说是中美军事交流的一个有力的推动 而且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正像刚才罗少量讲的 我们说20年以来每一次中美军事交流的中断 几乎都是美国调起来的 第一次是1989年89六四风波以后 美国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涉 对我们实行全面制裁中美军事交流中断 第二次是1996年当时的李登辉访问美国 违反了当时美国承诺的台湾现实领党 不能访美的承诺中断 然后第三次就是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 那么第四次就是1999年 当时科索沃战争炸我们南联盟使馆 那么再一次就去年10月 美国在布什时期的后期 可以说出售60多亿美元 这是一个大单子 可以说历年来 像台湾出售的武器装备的数量是最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又被迫中断了这样一个交流 但是我们说今年以来 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 就是奥巴马政府上来以后 确实调整了他的一系列对外战略 包括对华关系 特点肯定的